娶巧17岁老婆,48岁依然没孩子,妈妈的话道出了实情。 娶巧17岁老婆,48岁依然没孩子,妈妈的话道出了实情。 原创。明日边缘。2018年3月14日23点47分22秒。 在近几年,吴奇隆与刘诗诗的婚礼算是娱乐圈中的一件大事了,带一对年纪相差17岁的情侣走到了一起,让不少外人都十分的惊讶,一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娶走了自己的女儿,不知道刘爸爸心中是什么感受。 不过虽然年纪差大,但是在婚后两人的生活却是相当的和谐。 而且为了宠妻子,在婚后吴奇隆甚至将自己大部分的资产都交给了刘诗诗达里,一点都没有当他是外人。 而且在公开场合,两人之间不经意的小动作,也是嗅尽了恩爱,这样的感情让不少网友都十分的羡慕。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三年了,吴奇隆也到了48岁的年纪,可是刘诗诗的肚子一直都没有动静,让不少网友都有点失望,催孩子的队伍是渐渐在壮大。 事实上,关于两人的生育计划,不少媒体也是十分关注,更是曾经采访过吴奇隆的母亲,吴妈妈也很是坎诚,职员现在的她们实在是太忙了,平日里见面的时间都比较少。 孩子的问题就虽然,毕竟现在的刘诗诗还年轻,想要孩子的机会还多,生孩子就意味着刘诗诗的事也得受到阻碍,必须得空窗一段时间。 吴奇隆背了多年背着无法生育黑锅,刘诗诗说出了真相。 颜值男女 2018年3月13日16点33分30秒 几年前,一部非常火爆进行中的春月大剧《惊喜》上演,被大家所看来看去了,百看不厌。 这就是步步惊心,正是因为这部电视剧,一惊人到中年的吴奇隆迎来了爱情路上的第二春,邂逅了美人鱼。 这个女人就是扮演若熙的刘诗诗诗,四野吴奇隆和刘诗诗,因戏生情被大家所熟知和认可。 于是乎,从陌生到熟悉,从恋爱到结婚,一切水到渠成,天衣无缝。 但是自从结婚以后,尽管两人恩爱无比,但是却一直没有要孩子,而且大家跟着着急了。 怎么说呢?吴奇隆48了,逼近50了,而刘诗诗也31岁了,所以大家担心,是不是四野不行啊,让刘诗诗也不能怀上宝宝。 而且早年,传出吴奇隆跟前妻玛雅叔夫妻生活不和谐,一年在一起不到五六次,所以大家有些担心。 不过,近日刘诗诗自己袒露真实想法,原来他和四野吴奇隆都不太喜欢小孩,而且工作也比较繁忙,所以没着急要孩子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